巧克力油脂提 我愛吃的 可可豆人當中 大概有55%左右的可可脂 有研究發現說 可可脂當中所包含的 飽和脂肪酸 大多是中鏈長度的硬脂酸 這個硬脂酸 其實在研究當中表示說 對於血膽固醇有中性作用 它不會升高 也不會降低血膽固醇的水平 所以要問的就是這個 請問 以下對於巧克力的描述 哪一個是錯的 一 讓你運動 不累 第二 第二 黑巧克力的%數越高越不會胖 第三個是減少變禿頭的機率 這題我覺得應該不難 你聽到禿頭就看維銘哥什麼 不是 他我沒有 他看了維銘哥發現他沒有禿頭 意思是怎樣 沒有 我看你頭髮很冒 不是 而且最不禮貌的是 中間就會 你還讓開 時間越過 那我好看 你怕擋住是吧 我怕擋到大家看 沒有擋住 你站好 這個我覺得 衣衣一定是有的 為什麼 因為我長期在運動健身 像我們 你要懷疑 中間這個 你好像好自然 中間這個真的很沒有禮貌 這個是真的 我常看他PO一些照片 他肌肉其實很結實 對 滿結實的 你不信你問醫生 沒有規定說 健身一定要變強壯 沒有 你要幹嘛 蔡允潔 你要幹嘛 他需要給我們看 是有六塊肌肉嗎 先不要 真的不要 之後有機會 對 你要錄完還要剪 麻煩 沒有 沒有 六塊肌為什麼要剪 他打麻煩克 六塊肌不用剪 那我要講就是 我們運動前一定會吃一些東西 像喝黑咖啡也是好的 在緊張什麼 防護代謝 對 你是不是覺得蔡允潔 一直想要去脫你的衣服 對 要幫他 然後吃巧克力 我覺得 第一個 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其實那個熱量消耗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會補充一些 糖分是沒問題的 對 然後像剛剛講的黑巧克力 其實巧克力 有抗氧化 所以我覺得 對我們運動上面 對我們身體機能上面 都是好的 所以第一個絕對沒有問題 好 我覺得第二個 黑巧克力的%數 越高越不胖 我覺得這也是對的 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 黑巧克力 那種純的巧克力 95%那個很苦對不對 對 人家說良藥苦口 對 其實那越苦是越好的 像我們如果一般外面 買的巧克力很甜 那個就是它的那個%數很低 然後加很多糖分 對 反而你越吃一定會越胖 那我還沒有聽說過 有人說吃巧克力會減少禿頭 還沒有 對 我覺得你好會分析 好會 真的 但如果你等一下猜錯的話 就是太有效果了 這很久了 維銘哥 你常吃巧克力嗎 是 我常 我超愛 他是螞蟻 我是超愛巧克力 我就看一個電影 再加上看一個Netflix電影 我可以把一盤金沙剋掉 但他不會吃純的巧克力 他是吃加工的那種 沒有 因為主要是 他剛剛講 其實純的巧克力很難買到 你還是比較喜歡甜的 其實 如果能夠買到 像俄羅斯那種純黑巧克力 可以是那種 我寧願吃那一個 真的 因為那個是真香 它真的有點類似那種 東方的花生 就是你放在嘴裡 可以香很久 就即便都剋完了 口水已經把它綜合完下去了 你還覺得 好香 口齒流行 大人的禮食 黑巧克力 你們兩個確定 你們兩個答案不改嗎 我 沒有兩個 所以想要拚了 他們兩個現在選的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都覺得 巧克力%數越高越不會胖 那你覺得嗎 可是 巧克力%數越高沒有錯 是不會胖 但是他沒有說 他的糖沒有添加 對 會不會有限制 他%數90 但是他的糖一樣放得多 不好意思 我剛剛對妳講 是 他就沒有說 他就%數越高 不是跟你說黑 純球 其實 其實真的不該你們兩個的事 你知道嗎 這是 意想的題目 他們要吵起來 我再回答 你不能因為你比他資深 你就這樣 好 OK 維銘哥 我懂你 如果今天是100%巧克力 它就不會有糖在裡面 沒說的 你懂我意思嗎 誰說的 我就已經是100%巧克力了 是假的 你知道100%什麼意思嗎 就是他百分之百 都是巧克力 對 你還敢跟人家大聲嗎 我第一次 誰說的 你可以嗆我 你不能嗆數學 你知道嗎 對 明明就長那麼漂亮 身材那麼好 非要讓人家知道你沒有智商 做答 要答案嗎 那我就選擇 3 減少凸 減少凸 還有答案是3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難過了 好巧 好巧